10周年,不知不觉,2008年奥运会过去了10年,08年的奥运会,那是可以和孟一相媲美的美国队,有巅峰科比、詹姆斯、韦德、霍华德等超距, 虽然08年科比输了总决赛,但是记得当时是这么介绍,科比的,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,科比来到北京,对于篮球迷来说,这届奥运会似乎更加有味道,一起回顾科比在2008年奥运会上的五大经典瞬间,要是08年NBA要是夺冠了,奥运会开幕式球迷会更疯狂,黄绿大战,在现在也是经典中的经典, 08年三巨投赢了,十年科比复仇成功,那真是针尖队卖忙,古典篮球的绝唱,08年,科比坚持了四年了终于进了总决赛,但是科比输了,为了国家对他这一次终于站出来了,这是在北京,属于中国人的奥运会,但是在入场的时候,看起来更受欢迎的是科比, 如此奇怪的瞬间美国记者都感到迷惑,开幕式可是来了好多外国首脑,但是科比似乎才是开幕式的元首,这是开幕式唯一一个十几秒镜头,最精彩的瞬间哪能少了美国队夺冠的时刻, 04年输了冠军,06年又输了世锦赛,08年必须是一血前尺的时候,当时老K教练向外界说,我们最好的球员来了,哪能还允许其他国家从世界上,最好几个人,组成的篮球队偷走金牌,夫妻般的默契,这是瑜伽给科比和加索尔最大的赞美,虽然输了总冠军, 在随后的两年,两人彼此拯救了彼此,科比退役,加索尔没能陪到最后,加索尔离开,科比更多的是祝福农农兄弟请,随着詹姆斯加盟胡人,这是一种传承,23vs24终究是多少球迷心中的痛,但是或许这才是竞技体育最美的地方,有遗憾才有美好,这不是詹姆斯来了胡人,这才是最神奇的地方, 詹姆斯帮科比积领带,一戏就是一辈子,科比生日好像也是那段时间过的,詹姆斯给他唱生日歌,科比是老K教练口中最优秀的球员,每周杯防守巴伯萨飞身就球,科比用自己的比赛态度,改变了美国队的比赛态度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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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